太阳之下有无数新鲜事 欢迎收听大象工会 一天一个冷知识 太阳之下有无数新鲜事 你好 这里是大象工会 我是因为 量子物理和粒子物理 都是艰深而超越经验的学问 普通人既无法接触 也无法想象 但对于反物质这个重要的概念来说 人可以在高中通识教育的基础上 有少许感性的见闻 本文作者齐群 将为我们耐心拆解复杂的问题 反物质反的是什么 这种物质真的存在吗 首先要明白的是 基本粒子并不像字面意义那样 是一颗玻璃珠式的东西 它们没有日常经验上 那种可供观察的实体 而是一组纯粹的实验数据 比如电子可以是 荧光屏上的一个表示位置的点 也可以是波形图上的 一个表示能量的波峰 粒子物理学家说 他们发现了一种新的粒子 也并不是在某个地方捞到了一个丸子 而是在实验仪器上 捕捉到了一组特别的树质 所以基本粒子在某种程度上 就是一个林黛玉 虽然每个人都对它怀有自己的想象 但它其实就是 两弯四处飞处 冷烟煤开头的一段汉字而已 大略地说 那些可以判定粒子的数值 被称作是量子数 我们最熟悉的是电荷数 电子为负一 质子为正一 中子为零 宏观物体会带电 就是因为这几种粒子的数值差异 但这也是普通人唯一能够理解的量子数 其他的量子数诸如 自旋数 轻子数 重子数 机翼数 同位旋 弱同位旋 等等都脱离了感官经验 除了尺度微小以外 另一个主要原因是 许多相互作用只能在亚原子尺度上生效 宏观世界的我们 无从感觉 但我们仍然可以粗略地想象 有些量子数像电荷数那样 可以相加 比如重子数和机翼数 这就引出了反粒子的定义 一个粒子的反粒子 是所有相加性量子数 都大小相同正负相反 而其余特征都相同的粒子 比如质子的电荷数是正一 重子数是正一 反质子的电荷数就是负一 重子数也是负一 除此之外的质量 自旋和寿命都完全一样 这样一来 粒子和对应的反粒子 在相遇时 就会让所有内部相加性的量子数 抵消为零 这就意味着它们全部的质量 都会转变为能量 由波色子携带并释放出来 这就是常说的 烟灭 对电子和正电子来说 烟灭会产生高能的光子 而大质量的粒子在烟灭时 会产生许多奇怪的重粒子 电子和正电子烟灭产生一对光子 但质子和反质子烟灭 就要复杂得多 因为质子由夸克组成 在烟灭时 就发生很多复合的过程 最早在1928年 狄拉克为了规避负能阶的电子 提出了空学理论 这个理论虽然不久之后就被抛弃 但外打正着地 准确预言了正电子 1932年 美国物理学家卡尔·安德森 在研究宇宙射线的云式中 观察到了正电子的轨迹 完全符合狄拉克的预言 安德森因此获得了1936年的诺贝尔奖 在此基础上 狄拉克又在1933年预言了反质子 并于1955年 由埃米迪奥、塞格雷和欧文张伯伦 用粒子加速器成功验证 他们也因此分享了1959年的诺贝尔奖 在此期间 帕特里克·布莱克特发现能量强大的中性波色子 可以成对产生基本粒子和它的反粒子 比如非常高能的光子 就可以转换为一对电子和正电子 也就是湮灭的逆过程 它因此获得了1948年的诺贝尔奖 这些早期发现代表了反粒子的两个主要来源 一种是放射性物质衰变和恒星核聚变等自然过程 比如 贾斯林的正β衰变就会放出正电子 而宇宙设限中同时包含了正电子和反质子 2011年 美国天文学会甚至发现 雷暴中的强大电场 也能在云层中制造少量的正电子 雷暴中的庞大电场 会产生一个向上的雪崩击穿 高速运动的电子轰击空气中的原子 就能发射γ射线 也就是高能光子 进而成对产生电子和正电子 另一种是用粒子加速器使用两束粒子对撞 直接用巨大的能量制造出反粒子来 到目前为止 我们已经制造出了所有的基本粒子的反粒子 同时也在产量上有了很大的提升 比如2008年 劳伦斯利弗摩尔国家实验室的物理学家团队 用特高亮度的短距离激光 轰击一片一毫米厚的金箔 成功产出了1000亿个正电子 今年3月 中科院上海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 也利用超强激光 获得了超快正电子源 在材料检测和医学诊断中 都有应用前景 在充分研究的基础上 反粒子应用已经投入实践 比如正电子发射计算机断层扫描 是和医学领域最先进的临床检查影像技术 它向人体注入会发生正β摔变的放射性同微素 而正电子一经产生 就会同周围组织的电子湮灭 产生一对方向相反的高能光子 并被捕捉成像 从而获得深层组织的影像 在肿瘤诊断中有很高的价值 在反粒子的基础上继续组合 我们就得到了反原子 反原子组成的物质就是反物质 比如一个反电子在一个反质子周围运动 就会构成反氢原子 两个反质子和两个反中子 可以构成两个反氦核 但自然界尚未观察到反原子 要合成它们也是非常的困难 欧洲核子研究组织1995年 将反质子设向先原子团 成功制造了反氢原子 但造价非常高昂 它们后来又用放射性的钠酮微素 产生的正电子与反质子 合成了反氢原子 每秒钟可以生产100颗左右 但这样的反氢原子速度非常高 难以捕获 直到2014年 它们终于制造出了氢原子喷流 可以用强大的磁场约束起来 目前为止 我们制造的最重的反物质是反氦核 它有两个反质子和两个反中子构成 所以到目前 我们还不知道反物质在宏观世界的属性 所有反物质的应用 都集中在理论物理的研究上 比如探讨可见宇宙中 为何几乎只有正物质 或者构建更加完备的理论物理模型 这样昂贵而珍惜的物质 在可以预见的将来 都没有商业应用的可能 但这并不妨碍民众对它发起浪漫的幻想 这尤其体现在科幻作品中 最多件也最合理的构想 是将反物质当作一种能源 湮灭发生的物质 能量转化效率相当高 可以达到百分之百左右 连氢弹都无法企及 根据爱因斯坦的智能方程 E等于MCR 这意味着一丁点反物质 就有巨大的能量 所以常常出现在宇宙飞船的发动机里 另外就是一些天真的狭想了 比如构思反物质具有反引力等魔力 因此派上种种用场 或者假设反物质组成的世界 有许多我们的世界相反的宏观事物 甚至构思在反物质世界里 有一个相反的我 那就全当是剧情需要了 不必太过介怀 好了今天就讲到这里 欢迎持续关注大相公会 我是因为 我们下期再见